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一件事我很不解 我不懂為什麼女生很喜歡看韓劇 因為韓劇都是一些大男人主義啊 我看過最誇張的情節是 韓劇的男主角 他載個女朋友在半夜開車 他們在車上大吵架 那個男生沒有安慰女生 他反倒停在路口 然後用右手把副駕駛的門踹開 然後跟他講說你給我下去 這時候女主角 非常的驚恐 但他也非常生氣 他說 蛤 你要我下去 好啊 我下去啊 你敢嗎 我下去啊 他一下去之後呢 那個男生馬上把車門關起來 然後腳踩油門往前衝 然後這時候 剛剛很小白的女生 從非常的怒氣 突然變成大哭 開始說對不起對不起 請原諒我對不起 超級大男人主義 我問女朋友講說 這個你覺得很帥嗎 他說 啊 好帥喔 然後我心裡想著 喔 那你之後完蛋了 後來 真的有一次 我半夜在內湖開車 凌晨兩點的時候 我跟他大吵架 他坐在副駕駛 我馬上想起那一幕 好帥喔 我就馬上把車停在路邊 然後用我的右手把副駕駛的門踢開 說你給我下去 我的女朋友跟韓劇一模一樣 蛤 你要我下去 好啊 我下去啊 怎樣 我下去啊 他一下去的時候想說 太棒了 中計了 我馬上把副駕駛們砰關上 我到要踩油門的當下呢 突然 幹 紅燈 我的車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女朋友 沒有像韓劇一樣 馬上追起來說 對不起 請原諒我對不起 完全沒有 根本不用追 他往前踩一步 然後轉身 瞪著我 繼續破口大罵 怎樣 蛤 你怎樣 紅燈你怎樣 但我心裡沒有放棄 我想說好 紅燈不小心 我很倒楣 沒關係 等一下就死定了 讓我們再等 99秒 為什麼台北內湖凌晨2點要99秒 媽的柯文哲 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車 紅燈要99秒 我說OK好 沒關係 你再吵嘛 你再吵 我們再等96秒 我覺得女朋友在車窗外面 狂敲玻璃 然後狂大罵髒話 幹呀 幹 你不要開門啊 幹 你去死啊 我想說好 我現在乘坐冷靜 我裝作看不到你好不好 抓著方向盤 直視前方 當作你不存在 好 我們再等80秒 大概過一陣子 大概還有60幾秒的時候 有一個阿伯 騎小綿羊 過來 跟我並排等紅燈 我用餘光瞄他 因為我想要死定的前面 他轉頭看著我們這一幕 不知道為什麼 他看著我那個臉 本來是好奇 後來越來越驚恐 那個阿伯都是皺紋 他超怕的 想說 蛤 為什麼 為什麼他瞄我們 竟然是這樣的臉 後來我想到了 因為從他的視角來看這一幕的話 他看到了什麼 他看到一個台北內湖 沒有任何人淹的地方 有一台汽車裡面的男駕駛 他被一個女鬼跟然後看不到 他嚇死了 他嚇到 馬上下車把汽車牽走 嘴巴一直唸 阿米豆腐 阿米豆腐 阿米豆腐